哈喽,大家好,我是李乔叔叔 这也是一种拨弦的节奏 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拍弦有点像 就这个拍的这下是很像的 它可以用在哪呢,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你都可以尝试不一样的节奏 比如说我随便乱讲 怪怪的 确实怪怪 也怪怪的 这种节奏比较适合用在老外的歌上面 每天都会找到一个人像你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't forget me, I'll bet I remember all you said Sometimes I lost this land Money, money, money Money, money, money Dad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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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da Dada, price tag Dada, Dada, Dada 就這首歌 就叫做 Press Tag 那個誰有沒有唱過 Avantminelli,不管了 س怎麼彈的 你們感覺我剛一個小節 一個和弦撥幾下 好像是四下 等等等等 1 2 3 4 其實它是八下 只是後面四下是空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五6 7 8 1 2 3 4 5 6 7 8 那它也不是指空里 这样空里有怪怪 其实第五下 有一个拍弦的动作 1 2 3 4 5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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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我发现 我有时候弹一弹 会 像1 2 3 4要弹嘛 对不对 跟音 然后 3 2 1 3根弦 相当于你一个和弦 最重要的四个音 都把它弹完了 跟音加上1 2 3 3根弦 所以1 2 3 4有弹 第五下是 拍 拍弦 那6 7 8就停下来 但有时候 我会不小心 把7 8也弹出来 因为我觉得 特有感觉 这个登登 就是7 8 登登登登 7 8 1 2 3 4 5 6 7 8 加了7 8之后 就比较难了 为什么 它有两个地方难 一个是 你心里要知道 7 8 1 2 3 4还比较好理解 就是 跟音 3 2 1嘛 然后敲一下 还好理解 然后空一下 然后再回到7 8 7 8的时候 我是弹了跟音 跟三弦 至于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样 很有感觉 而且另外一个难就是 如果你弹 1 2 3 4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6 7 8的时候 6 7 8因为不用弹 你还可以拿来换和弦 现在不行啊 因为8也要弹 所以你要在8接到下个1的那一瞬间就要换好和弦 这个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的 你也试试看吧 这首歌本身比较洋气就比较适合 那如果是很中国呢 就会有点不伦不类了 周杰伦的歌可能也可以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要快快长大 才能拷护她 我就是一个走起来的freestyle 不会 但是你看 这种节奏比较洋气的 它就很适合这个感觉 记得哦 更音 1 2 3 8 6 7 8 不要弹 或者是更音 1 2 3 8 6 7 8 弹错了 1 2 3 4 5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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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8 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你就照这种感觉 其实这篇要讲的是说 当你感觉到某一首歌的节奏很特别 你可以自己去摸索 不一定会跟它一样 但是你会因为它有带来一个灵感给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套用在别的歌上面 不一定合适 但却很好玩 好啦 就这样了 如果你觉得这视频很好 你可以转发给其他需要的人 这对我会很有帮助 好 谢谢你 拜拜